開打新前鋒黃正 身為SBL第十三季 最佳第六人 以及最佳進步獎得主 被看好是台版LBJ周玉祥 前進中國CBA之後 能補上火力缺口的年輕球員 尤其本季開打前 黃正曾披上中華隊戰袍 在事業被資格賽 對象菲律賓替補十九分鐘 貢獻十六分 原本希望能把好狀況延續下去 但新球季開打至今 每一場平均六點七分 命中率僅百分三十一 和獲獎那年的八點四分 百分之四十五相比下滑不少 讓黃正有種撞牆棋的感受 其實覺得那場心靈上比較平靜 然後做廠商該做的事情 然後或許當時那時候 自己在上面的狀況是比較好 其實現在的狀況可能沒那麼好 可能就是還要再加把點把它找回來 為何會有撞牆棋 黃正自己也說不清 會不會是國際賽結束 又緊接著打SBL所累積的疲勞影響呢 當時在那個時候練球狀況是兩邊跑 是滿心靈上滿累的 就覺得這邊練完要過去 然後那邊練完要回來 然後兩邊練的東西跟配合的人 都不吃苦當吃補吧 然後就把它吞下來 然後就練有多少 就多練其實算是自己的 就當作一種成長的過程 其實我是對他有信心 就是說因為他的本身 他就是比較屬於慢熱型的 那他會一場一場 我是覺得他會一場比一場還好 從原本商標場到榮後最佳第六人 最佳進步獎 再到去年豬隊奪冠 首度入選中華隊 黃正的進步有目共睹 也希望他能再次找到那股平靜 又能帶動場上表現的自我感受 王一群新聞 採訪報導 響鐘 中文字幕——YK